今天咱们来看一下JDBC 那么看这个JDBC的时候 首先咱们需要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JDBC JDBC是什么 以及我们用它来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它 JDBC全称叫做Java 然后Database Database 然后Connectivity Connectivity Connectivity TvT TvT 这个是JDBC的全称叫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 从这个字面上来翻译一下叫什么意思 Java 数据库 Connectivity是连接 是不是 连接 所以JDBC它的一个作用 它的一个作用就是 什么样 它是使得 可以使得这个Java 可以使得这个Java 程序连接到数据库 连接到数据库 这个呢 是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 它叫做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 这个Java 是Java 这个Java 程序 与数据库连接的中间键 是Java程序实现与数据库连接的一个中间键 一个中间键 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中间键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中间键 那么我们想一个问题 对 就跟刚才我说那个适配器差不多 是吧 那比如说呢 这个是我们的Java程序 那比如说 这是我们的一个Java程序 Java程序啊 那么现在呢 我需要让我的Java程序呢 去这个连接到数据库 连接到数据库 数据库的种类呢 其实非常的多 对吧 数据库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什么 这个数据库管理系统啊 各种各样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那么我们去设计Java程序的时候呢 可能要操作的不止一种数据库 不止一种数据库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咱们常见的 我需要呢去连接MyCircle 我需要去连接Oracle 我需要去连接CircleServer 对吧 我需要去连接DB2 我需要去连接等等等等 其他的数据库 那么Java程序呢 对每一种数据库呢 都有可能去做一些连接 都有可能去做连接 所以每一个 其实每一个数据库呢 在与这个Java程序实现连接的时候呢 他都有着他自己的一套接口 都有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接口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的Java程序要考虑到对每一种数据库的连接 那么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多了 咱们要考虑怎么样连接到MyCircle 怎么样呢让我的Circle语句呢在MyCircle中去执行 以及呢怎么样让我的语句呢在Oracle中去执行 包括说在其他的数据库中做连接做执行 所以呢咱们要考虑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多 那么这样一来呢 其实就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成本 所以呢为了去避免这样的一个麻烦 为了去避免这样的麻烦 JDBC呢就诞生了 JDBC就诞生了 JDBC呢是一个中间件 JDBC是一个中间件 JDBC是一个中间件 那么在JDBC里面呢 其实已经封装好了咱们的加法程序呢 到JDBC的一个一个一个 不是封装好这个东西啊 JDBC里面呢其实已经封装好了 它就是JDBC呢与各种数据库的连接 它内部已经封装好了与各种数据库的连接 比如说JDBC它知道怎么连MyCircle 怎么连Oracle 怎么连CircleServer 怎么连DB2 以及呢怎么连各种各样的数据库 内部呢已经封装好这个逻辑了 那内部已经封装好这个逻辑了 那么对于我们程序来说 我程序可以不用关心 它到底是怎么样与MyCircle建立的连接 怎么样与Oracle建立的连接 程序呢只需要去关注怎么样用JDBC就可以了 那怎么样去使用JDBC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工具类 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工具类 但其实呢JDBC是很多类的一个集合 很多类的一个集合 是一个中间键 在这里面呢就提供了若干的啊 就是封装了 那封装了这个与各种数据库 那与各种数据库进行交互的这个方法 它里面呢就封装了与各种数据库呢 进行交互的方法 所以对于我们程序来说 我们只需要关心的就是程序 怎么和JDBC交互就足够了 我们只需要关心的是程序 怎么和JDBC交互 这样就足够了 那足够了 至于说JDBC怎么和其他数据库做交互 无所谓 这个呢不是我们做程序需要关心的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极大程度上的降低了 我们的开发成本 那开发成本 咱们只需要知道JDBC怎么玩的就行了 这个呢是JDBC 那JDBC它呢是一个中间件 那是一个中间件 所以说JDBC到底是什么 那JDBC到底是什么 JDBC呢是一个中间件 那中间件可以理解为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工具类 但其实呢 JDBC中呢 是由很多类呢 组成的 是由很多类组成的一个框架 组成一个框架 那么在JDBC中 在JDBC中 已经封装好了 对各种数据库 进行操作的方法 已经封装好了 对各种数据库呢 进行操作的方法 包括连接 包括执行语句 等等等等 那包括返回这个结果集 已经封装好了 对各种数据库呢 进行操作的方法 那么对于 对于程序开发来说 对于程序开发来说 不需要呢 关心每一个数据库 每一个DBMS 就是数据库管理系统啊 每一个DBMS呢 应该 怎么连接 我们不用去关心这个 我们只需要关心 那只需要关心 关心这个JDBC呢 如何使用即可 那因此 可以呢 降低 那因此可以降低开发的成本 开发的成本 这个呢 是JDBC 那这个是JDBC 所以呢 我们可以认为 JDBC呢 它就是一个中间件 那就是一个中间件 你不用去管这个JDBC 怎么样和每一个数据库 打交道的 这个不用管 咱们只需要呢 关心怎么和JDBC打交道 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这个呢 是JDBC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去使用JDBC的话呢 几个步骤啊 使用JDBC的几个步骤 首先第一个准备架包 首先第一个准备架包 那么JDBC JDBC是一个中间件 并没有 并没有直接在这个Java 并没有直接在Java API中集成 并没有直接呢 在这里面的去集成 所以 集成啊 所以 如果需要使用JDBC 如果需要使用JDBC 需要呢 导入 对应的架包 需要导入对应的架包 需要导入对应的架包 然后呢 这个架包呢 我这有 我放哪儿了 我放哪儿了 有有有有有 在这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架包 还有架包 这个架包的话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程序的一个导出 程序的导出 那么这个架包呢 900多K 我直接呢 发到群里面 大家现在下一下 看看你们的速度 应该是可以的啊 不到一兆啊 不到一兆的一个架包 那不到一兆的一个架包 好了 那这个呢 你们先下着啊 这个你们先下着 然后呢 我先说一下怎么去用 那怎么去用 刚才呢 咱们说 我需要呢 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去引用这个架包啊 引用架包 然后呢 引用架包的一个步骤啊 引用架包的一个步骤 这里面我说一下 那么首先第一步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呢 在项目中呢 去创建 一个文件夹 命名为 Leave 命名为Leave 那么以后呢 咱们可能需要用到很多的架包 比如说明天 啊 比如说明天啊 咱们可能大概也许要用到大概四五个 啊 那么以后呢 咱们可能要用到很多很多的架包 那么我们去要做一个批量的一个管理 不能哪扔 想到扔哪就扔哪啊 我们去创建一个架包 命名为Leave 是一个规范 啊 然后呢 接下来第二步呢 就是将 将 将GDPC的架包啊 GDPC的架包呢 给它放到这个Leave文件夹 下面啊 将GDPC的架包呢 放到这个Leave文件夹下面 啊 然后第三步呢 就是在这个架包上 或者说将这个架包 添加到系统 引用 啊 将这个架包呢 添加到系统引用 这个呢 是对这个架包的准备啊 对这个架包的一个准备工作 好 这个呢 是准备架包 准备架包 昨天呢 咱们来 坐一下 架包下好了吗 哎呀 又回到熟悉的Eclipse了 还是那么熟悉的界面 还是那么熟悉的打开曼 What 好 我先把视频呢 继续一下 一个Eclipse呢 已经起来了 那么我们去新建一个项目啊 新建一个项目 这个GDPC1 GDPC1 就是GDPC的第一个操作啊 好 然后呢 咱们在项目下面呢 我们去新建一个文件夹 右键新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Lib啊 叫做Lib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GDPC呢 给拷贝过来 怎么拷贝呢 很简单 桌面上呢 我去选中这个GDPC 然后呢 Ctrl C 然后呢 到这呢 Ctrl V 就过来了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架包呢 导入到了项目当中 放到了Lib文件夹下面 这个呢 是第二步呢 已经做完了 第三步呢 咱们需要将它添加到系统引用 然后做法呢 是在它身上右键 在它身上右键 右键 然后呢 右键出来了 有这样的一些菜单 这样一些菜单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些菜单里面呢 咱们选择Builder Path Builder Path Builder Path 然后再往后走呢 有一个Add to Builder Path 好 加进去 加进去 添加这样的一个引用 添加这样的一个引用 Builder Path Add to Builder Path 那么这样一来呢 在我们的这个项目下面呢 就多了一个叫做 Referenced Libraries Referenced Libraries 这个呢 是引用的库 引用的库 那上面呢 有一个JRE System Library 这个呢 是系统的库 那么在这呢 这个是我们引用的一个库 引用的库 Referenced Libraries 所以这个步骤呢 我写一下啊 将这个架包呢 添加到系统引用 怎么添加啊 怎么添加 添加方式呢 就是在这个架包上右键啊 右键 然后呢 选择这个Builder Path Builder Path 然后呢 选择Add 那选择Add To 啊 图好像小写的啊 Add To Builder Path Add To Builder Path 好 那这样一来呢 第一步的准备工作呢 就做完了啊 第一步的准备工作就做完了 那么我把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保存一下啊 我把笔记呢 保存一下 保存到数据库笔记里面去啊 好 那第一步的准备工作呢 就做完了 这是第一步准备架包 那第一步呢 准备架包 就是呢 这样的一个步骤了 那这样的一个步骤